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前面几节课 请我们赵小龙老师 跟大家 受春学就语的课程 这对我们 从事教育工作 非常重要 我们 能在刘宏典先生 他一生的教学智慧 包含他从经典当中 所汇通的这些有关教学的 重要精具的教会 然后写成这一本《春学就语》 我们能在这个基础当中 来从事教学 少走很多弯路 少造很多业 所以福在受贱 我们能接受刘宏典先生 这部书的 教诲提醒 好的我们效法 不好的我们不犯 那我们这一生教学 福报无边 功德无量 那赵老师也结合自己 求学教学的人生过程 他也是小时候比较疲 所以大家听了之后 对于皮的学生 不只不要差别待遇 很可能他很有潜能 而且不只是从事教育的人 要学这一部书 应该是 每一个人 想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角色扮演好 都要学 因为我们要把人生的 每一个本分角色做好 都要做之君 做之亲 做之师 我们可以自己想想 我现在有哪些本分呢 现在做得 够不够圆满 做的过程 会不会有瓶颈 会不会有压不住的情绪 会不会觉得 这个本分 这个人伦关系啊 有点跳不出恶性循环呢 那这个时候要想起啊 师长辱家的三宝 君亲师啊 反求足己啊 不能怪对方啊 是不是我这个做之君 不够 以身作者不够啊 大公无私不够啊 做之亲 是不是我的关怀 爱护不够呢 做之师 我的这个善巧的 启发引导不足呢 这么一反省啊 自己觉得有不足啊 就不会指责他的人 就会从自己的心上去调整 心一调整 心是震报 依报就随着震报转 人际相处的那个 恶性循环呢 就跳出来 只要守住 这三个字啊 做之君 做之亲 做之师 我们就是在正念当中 在真心当中 那就没有一件事是坏事 哪怕是人家恶意对我们 我们用真心 这个过去生的 恶缘化掉了 所以也不是坏事 随缘妙用 妙在自己提升了 这个恶缘化解了 对方还感动了 所以大学之道 在明明的 在清明 在止于至善 这句话在哪里 这句话就在 每天遇到的静缘里面 今天一个家长来了 明明是他孩子 有情况不对 他还态度很凶 见到老师就骂 那这个时候我们 没有动情绪 还是真心真诚 对待他 那我们就修忍辱了 可能这个确实是过去生缘不好 化掉了 我们的诚心慢慢让他的情绪平复下来了 可能后来他不好意思了 不被静转 能够转静 那这同时达到了明明得 清明 利益到对方 所以大学之道 菩萨道 就在我们每天的 生活工作 处世带人接入当中 我们什么时候教学生忍辱啊 忍辱是不是人生必修科目 我们什么时候教自己的孩子忍辱啊 首先我们在夫妻关系当中 有没有交给孩子忍辱 我们在五轮关系当中 有没有交给孩子忍辱 所以我们真的 用真心啊 事事都是好事 一般的人遇到事啊 他是先产生 喜欢或者讨厌 这个爱真的心 那说实在的 他就很容易受这个境界的影响 那天见到一个父亲 他现在事业的压力也不小 疫情啊 对全球的经济影响 还是不小 当然 我们假如不受太大的影响 他也要感谢 政府 要感谢 老板 领导 同时也要体恤受影响的人 不然我们讲话会 不能体恤别人的 苦难 这样就变成站着说话 不腰疼 我们 随时啊 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 去看事去体会事情 这个也是我们 有可能会犯的问题 我曾经 跟大众在交流的时候 谈到 我们应该孝顺 父母 照顾老人 有一个女士讲 我不需要我儿子照顾 我自己经济没问题的 这样讲话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而已 讲这种话 假如被比较自私的 年轻人听到了 对啊对啊你看人家 这个女士都这么讲啊 某个妈妈都说 不用孩子照顾啊 那他不孝顺父母 就借由这些说法 好像变得更女子气壮啊 了凡视讯讲啊 发一言行一事啊 全部为自己启念 全是为物利责 讲出来的话 是要给社会做标准 是顾及情理啊 不是自己的想法感受而已 是要给社会做标准 是顾及情理啊 那我跟这一位父亲啊在交流啊 我说你的孩子 往后的人生呢 挑战比我们小还是比我们大 啊 诸位 忍者 你们觉得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的人生 面对的挑战比我们小还是大 好 师长老人家当时候讲经呢 要说到啊 当时候刘树莹老师 问师长 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 那指的就是我们这 五十岁上下的 这一辈啊 孙子辈了 他们红法跟你老人家比起来怎么样 老人家马上就回答 比我难十倍百倍都不止 那我们 要为学生 为自己的孩子 长远打算的 高瞻远瞩啊 那什么时候 要把人辱功夫啊 用身教展现给自己的下一代看呢 欸 这么一问啊 感觉这个父亲啊 好像脸上的表情不太一样 本来觉得哎呀 这些挑战好像压得转不过气来 现在这么一想 嗯 我得演出好戏 给孩子看 有时候转个念啊 转个角度啊 情绪啊 有时候可以转成一种责任 一种动力啊 所以佛门特别强调 烦恼即菩提 危机 危机 就是转机啊 老子告诉我们 佛福相引啊 他转变是很快的啊 这个福来了 不惜福 奢侈 很快 佛就到了 我们 这一代人看得太清楚 在我们眼前看到 经济快速发展 我们所呈现的 不是富不过三代 在我们眼前呈现的是 富不过一代 佛福相引 转变很快啊 欸 当现在 面对 疫情也好 或者是这些 天灾 人祸的变故 我们没有怨天尤人 去面对 这个祸很快啊 就转变成福 所以 这个老和尚说的儒家三宝啊 我们要把这个宝啊 带在身上啊 随时用君亲师来观照自己啊 那我们就能保持正念 保持真心 保持真心 不容易指责对立 懂得 反求足迹 好上每一句话都是宝啊 春学旧鱼啊 春学旧鱼啊 这些教会也是宝啊 我们有的宝啊不少啊 也把这个宝啊 拿出来用了 用了 它才会产生 效果出来 就好像 我们 拿到 很对症的中药 也不是毒一毒 病就治好了 等要去抓药 把它喝下去了 就 掉到病出来 我们这些经教都是宝啊 我们只要把它落实了 我们很多问题啊 迎刃而解 所以这些都是总词法门 总词就是代表 任何情况 都在其中了 坐之君 坐之亲 坐之师 任何事情 只要回到这个观照来 那没有 任何境界会障碍到我 好 假如啊 大家去用了之后啊 觉得还是有障碍 那可以提出来 我们再来看看 不然 不然 可能 我们去用的时候啊 自己觉得解决不了问题 到时候我们 一起在这个一条路的平台上 学习的时候啊 可能大家都会斜着眼看 人不管用啊 人不管用啊 所以这个时候不要憋在心上 憋在心上会生病 我们可以提出来 大家在一起 来探讨 好 我们呢 回到 我们 之前的课程 天下太平之根本 我们一起啊 我们一起啊 学习到 如何落实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根本 我们 讨论到啊 第二点 大家 可以把讲义找出来 遇子弟成人 这个成人当然是成为 人才 可以造福社会的 须从自己啊 所作所为 有法有责 能为子弟啊 做榜样开始 哦 那当父母也不容易哦 只要 提醒自己的 一言一行 是有法有责哦 不是随顺自己的 性格脾气哦 是要跟着经典 就像孝经说的 非先王之法福不敢服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 要对照 假如我们今天要把弟子规 变成家 道 家规 那我们的身教就随时要对照 地子规 讲话不能太快 我们 遇到这讲话快的朋友啊 听话很耗能量 有时候都追不上他的速度 凡道志 重且疏啊 那讲话不只不能太快 也不能太大声啊 这个 我以前 去同学家 这个同学赏门特别大 后来到他们家明白了 他们家每个都这么大 上行下效啊 上行下效啊 所以 父母啊 是元件 孩子呢 是父印件 他要能为子弟啊 做榜样 这个现在 在企业界啊 叫入模子培训 首先重要的是在家庭里面 入模子 我们 一起啊 就 印光大师 所 著的 佛化儿童读本 就是佛法 对于 一个人 行为的规范 又整出了 二十八个德目 我们之前呢 学习了 几条 我们稍微再过一下 其实 二十八呢 很可能 德目都在其中啊 这些都是纲领 那我们在读的过程呢 也要关照啊 这一点 我有没有深教啊 水稳入关啊 我纵使有深教 我有没有顺势 给孩子机会教育的言教啊 有些父母 确实 很实在 但是他不善言耻 真为孩子好啊 这个言教的功夫啊 也是要练的 佛菩萨度众生 还要有无碍辩才啊 我们看看 念的每一句啊 我们从事教学的人 脑子里有没有先浮现哪一个故事 假如念下来啊 好像都没想到什么故事 那代表肚子里的祸不够 要常常积累积累啊 要常常积累积累啊 不能输到用时方恨少啊 尤其 现在教学啊 要很会讲故事 很会辟育啊 因为现在人 悟性啊 不如古人啊 古人从小成长就是大家庭 他很多情境啊 他要懂得去体会 懂得去领悟啊 现在很少这种断电的 甚至于求学的过程 变成什么 考试机器 都是记 大家记不记得 春学就有 自省篇呢 开篇就说了 孔子云 温固而知心 可以为师啊 代表老师是有悟性的 老师有悟性 在开车到学校的过程 接触到这些树啊 花啊 鸟啊 他就有领悟了 一上讲台 就娓娓道来了 好 李济学济另外一句话讲 济问之学 不足以为人师哦 可是自己啊 从小成长的学习方式是什么 考试 考完几天都还回去了 这种学习方法 对悟性 有损伤 所以东方是以智慧为目标 以提升悟性为目标 使记硬背啊 最后悟性没了 很死板 不会变通 甚至于什么都要 你就具体给我讲吧 到底要怎么做啊 老师啊 或者领导跟他说 看着办 他就傻了 慌了 他太习惯了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都是计时的 用悟性 去领纳事物的原理原则 原理原则 领纳在心呢 万变不离其中 他就会去应会了 前几天啊 我跟一个企业在交流 为什么要跟企业交流呢 因为师父上人有说啊 二十个企业落实传统文化 可以把传统文化复兴起来 那师父呼应勿还啦 我们可以体会到啊 这是老人家观察这个十节因缘的智慧 当然我也有切身感受啦 什么切身感受呢 这个是 long time ago 好多年前 十九年前 陈德那时候在海口啊 看到一个报纸 是深圳的一个事情 有一家公司 召一个主管 年薪二十万 年薪二十万人民币不错啦 一年 可以买到房子啦 真不错啦 条件 会被地址归 哇一下子啊 深圳的书局涌入不少人 问说你们这里有没有一本书 叫地址归啊 你说这个企业界的动向啊 对社会影响大不大 所以今天假如 张中某先生说哪一本书必读 哇我看就不少家长重视起来 社会在变了 企业家对社会的影响 在现阶段是很大的 在道圣和夫啊 他推荐给年轻人的第一本书 《了凡是去》 我最近刚好回到台湾 那个下一代啊 我上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才四五岁而已 现在已经二十几岁的人啊 当然他对我不陌生 因为他在家的时候呢 他妈妈都很教他 你要看这个叔叔讲的课 舅舅讲的课 所以对我还不算陌生 他们在企业界服务呢 你跟他说你认识道圣和夫吗 认识啊 这个就有话可以聊了 你假如说 嗯那个 论语啊 两千多年前的你要读啊 哦哦哦哦哦 他可能没有马上这么来电啊 马上这么 引起他的重视啊 他可能觉得那个是很古老的东西了 哇现在经营之甚 他讲的话 啊 所以讲话都得啊 顺势而为啊 哦那我跟 啊这个企业啊 做交流啊 啊 因为他也发愿 啊 要做这二十个企业之一啊 他也发菩提心啊 发愿心啊 那俗话讲的 舍命陪君子 是吧 人家这么发心 我也随喜功德 啊 更重要的 也是向人家学习 也是希望啊 自己学的 辱世道的经教 能够解决 现在不同年龄层 不同行业 的问题 自己就证明了 传统文化管用嘛 我们自己都没有证明管用啊 我们跟人家讲的时候 就会有点 不错啦 你参考看看 理气不够啦 你自己证明确实 没有问题不能解决 有佛法就有办法 有传统文化就有办法 有信心 有信心讲出来的 有受受力的 所以也好好练一练 企业的问题 传统化能不能解决 今天我们的孩子 我们培养的年轻人 这些经教他能活学活用 他能解决每一个行业的问题 每一个年龄层的问题 请问还要担心他找不找得到工作吗 那我们假如担心这个问题 不叫起人忧天吗 当然 天下父母心啊 有一次 一条龙教学交流会 就有一个家长发问 假如我的孩子从四五岁就开始学传统文化 学到大学汉学毕业了 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 我说找不到工作找我 这个孩子能够 学将近快二十年 他还不讨厌 他还不离开 那有这样因缘的孩子已经很少很少 所以这个绝对没问题 我们有这个信心 现在是 人心有千千结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怎么解决 我们看企业 人事问题多不多 流动力高不高 做老板好做啊 做老板做几年了白头发也会增加不少啊 你说这个 没有经典的法药 解决不了 所以我们学好 以诸法药救疗三苦 为众开法障 往师功德保 现在每个人每个家庭 只要没有经典 只要没有经典 他的问题很难解决 子孙虽语啊 经书不可不读 所以只要跟亲戚朋友 相聚的机会啊 就是开法会的机会 当然这个法会的开法 不是你去跟人家讲道理 顺着聊天的内容 微微道来讲个故事 或者自己现身说法 哎呀我之前因为不懂啊 身体搞成这样啊 最近听到一个课 皇帝内经啊 老老很远 我身体有调整啊 现在精神不错啊 对我的家庭事业 有什么好的影响 你讲的问题 哎呦 相逢就是难得的缘啊 要珍惜啊 不是聚在一起 喝咖啡聊是非啊 还照口夜 那这样 就很可惜了 好结果 成德啊跟他 他们交流 他就问成德说啊 具体啊 怎么把传统文化 落实在企业 具体应该怎么做 我就给他讲了个故事 从前那个张三丰 叫张无忌打太极拳 打第一次 打完了 问这个 无忌啊 你记得多少 张无忌说 六七成 好 再看第二遍 还有打了一次 这个张无忌说 师公啊 只记得三四成 没关系 再看第三遍 这个第三遍打的 还没打完 这个张无忌 有所领悟的 师公我全忘了 张三丰说 好 就是这样 这个故事有味道啊 今天我们去记那个 具体的做法 你记一记之后啊 请问他的公司 跟你的公司一样吗 道善和乎的公司 跟你的公司 生产的产品一样吗 圆一样吗 都不一样 可是你都是实际东西去套 会套出问题来的啊 说到这里我就很惭愧了 因为当时候在儒江 我们做教育中心做得早 我当时候智慧太浅薄了 没有考虑到 因为我们这些同仁一回去啊 人家一听 哇 卢江回来的 马上就请教他了 那他记得的就是卢江的做法 就告诉人家了 那卢江的因缘 是全国各地 甚至于是东南亚 好多地方 都来帮助我们了 跟现在他回去他的故乡 一不一样缘分啊 哇 结果他就把儒江的做法 召人家要这样做 我们儒江就是这样做的 结果当地 可能会出一些问题 可能会很痛苦啊 哎呀 做不下去了 所以 我的人生阅历智慧太不足了 太多地方啊 因为我智慧不够 产生障碍跟烦恼 我当时候有没有打太极圈给他们 要全忘了啊 其实那个全忘了是 不是使劲用备 是领纳在心上 这些原理原则 我具体啊 再拉回来我们的教学 我们复习一下前面讲过的 我们在十年因缘啊 我们在十年因缘啊 跟大家交流了 老和尚是一个小时哦 我们一起探讨了十几个小时哦 因为每一段都是关键哦 我们假如忽略了哪一段哪一句啊 可能我们就会学偏调了 师长老人家说啦 当时候李老师在讲经的时候啊 不准学生录音啊 让我们全神贯注听讲 你假如录音啊 回去还可以重听啊 你有依赖啦 你心里不够专注 不够专注也会变成习惯 所以现在疫情期间啊 线上教学啊 哎呀也是堪忧啊 大家都不专心啦 有时候还要光上镜头啊 梦梦周公啊 开开小菜啊 而且变成习惯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看李老 这些有道统传承的 他在面对学生的时候 他都会看到最根本最深的那个 他的心的状态 知其心才能救其师啊 所以师长这里讲啊 我们的教学啊 目的是将你开悟 你全神贯注听啊 每一堂都有悟处 极小悟就成大悟 极大悟 就成大彻大悟 你的境界年年会提升 所以记的东西通通没用了 古来祖师大德教学的一套方法 跟现代不一样 现代这些方法帮助你记忆 记忆是什么 帮助你分别 帮助你执着 你永远不会开悟 我也遇过啊 记忆力非常好 确实啊 记忆力好啊 跟开智慧呢 不是画上灯 他记的东西 他没有去力行 没有解形相应 他的悟性也提升不上去 记忆特别好的人 越记越记啊 他会慢心会起来 他会觉得别人不如他 一讲到他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些东西 就开始在展现 接着师长讲了 我听李老师讲华言 我只听第一卷 第一卷听完之后下面我都能讲 我们学的是这样的学问 那假如是用记忆来教学的 怎么可能听一卷华言就会讲 华言有八十卷 他从老人家从一卷当中就掌握了整个原理原则 领纳啦 因为老师的思想理念我知道 方法我也知道 方法我也知道 这都不是实际的东西 是领悟的东西 这是活的 我在台中学的是这个 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讲 老婆上讲经的心态我们体会到没有 他老人家能体会李秉兰老师 讲的心态啊 心静啊 目前到目前心啊 用什么样的方法 善巧来讲 这是活的 这是没有办法教的 这个没有办法教 不是教你一招 你就记一招 教两招你记两招 不是这样实际用备的 必须长期跟随老师 一堂课不缺 你慢慢在这个里头啊 去体会 去琢磨 我们也要这样啊 来学论语 去体会孔子是怎么 存心 去琢磨孔子用的方法 那你就把孔子的 教学 学来啦 你在这里啊 体会得心得 然后我们自己在讲台上 能够灵活运用 你学他每一句怎么讲啊 那是学死东西 那个不能变化 不能弃大众之际 我相信 我相信 现在念这一段 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吧 所以 存学旧语一开头 自省偏就 温固而知心 可以为师 既问之学 不足以为人师 我们的学习方式 是不是正确啊 我们自己的要先 审查自己的学习状态 假如是 使忌应备的 那得把这个转过来 得转成解形相应的 得转成 用心领悟啊 那我跟企业界的朋友 谈到这里啊 我进一步就请教他们 因为他们学过道圣和夫 的企业哲学 我就请教他们 请问你们学道圣和夫的哲学啊 他有教你具体怎么操作的细节 结果他们反馈回来了 什么成功方程式啊 什么六种精进啊 其实都不是具体的 做法都是什么 原理原则 还有很重要的心境 好 所以老师也好 或者道圣和夫也好 他们教学都会掌握 要启发人的悟性啊 不能把人的悟门给堵住了 是导而扶迁啊 引导 不是拉着他 不是灌输 抢而服役 抢 鼓励他 不要 不要 否定他 不要压制他 我们教学的人呢 现在讲话 没有去否定学生 就不容易了 我们还没学传统文化以前呢 我们常用这种言语的话 他有时候 一不经意他就出来 甚至会有一点调侃 讽刺的话 轻视的话 这个对孩子的内心伤害很大 有个老师 你看 这文言文 这很难的哦 这条路不容易哦 那意思好像提醒大家 你不行啦 学生听得很难受啊 这个都会造成 孩子内心的障碍 因为他对老师是恭敬的 老师讲这句话呢 真的像一把利剑一样 刺到他的心里面去 我最近就有遇到这样的孩子 那 这就是一个机会点啊 所以什么时候教孩子忍辱啊 大家不要觉得 小孩还小啊 大人 用情绪 用伤害的语言 对他们的时候 他都会卡住的 所以大家去观察一下 这个孩子的笑容 是保持 还是越来越少 他心上慢慢有一件事 有两件事 有三件事啊 他也会 情绪啊 低落 那跟孩子就交流到了 世间的事啊 都不会离开 因果两个字 欲知前世应 今生说这事 所以这个老师可能呢 过去跟你的缘 不是很好 但是他现在肯来做这件事啊 非常难得 非常难得 他能 不是追求世间的名利 但是毕竟啊 很可能有过去的缘 包含 老师 也不是从小学的 他也还在学的过程 让孩子 能释怀 能包容 甚至于这个老师 可能就是来 给我们上一堂课 我以后对人 或者我以后教书啊 我绝对不犯这样的错 他的念一转 本来卡在心上 会转成一种怨力 其实都是机会点 我们不能太不敏感 孩子笑容已经捡到 不是笑得很出来了 我们才问他 怎么啦 所以父母老师 是时时能感受孩子的心啊 才能掌握 他每天所发生的这些机会教练 所以刚刚跟大家说了 我们现在 看着印竹编的 佛画儿童读本 我们读的过程 我有身教吗 我有言教吗 我记得的故事够不够多 这一句有没有变成我们家 我的班上的班封呢 那就变成一种静教了 其实啊 我们当老师的人 24小时不够用 没有时间打妄想 深教 言教 静教 我们都要全面提升 时间不够用 那也感谢 当父母当老师的这个责任 让我们不会浪费时间 不会打妄想 让我们每天 都很精静 不懈怠 没有这些静缘呢 我也很容易懈怠 这个是讲真话 我们看第一个 孝轻 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父母与我 始为一体 我爱自身 因孝父母 真的 我们身体一不舒服啊 就牵动父母的心血 像我们是常年在外 一打四平 妈妈第一句话 你怎么瘦了 你看我们的一点变化 都牵动父母的心啊 真的不能在身体 在自己的 这个家庭 相处当中啊 让父母去担心你 报恩都来不及 不能再让老人家 心不安了 那人不入身便是容轻 得友善于清修 这不能辱身 地身行道 良民于后世 已显妇 第二 有爱 兄弟姐妹 手足骨肉 痛哑相关 修妻与共 兄爱弟 静 和和睦睦 相推相爱 家庭之福 大家现在有没有冒出哪一个故事来啊 照校照理 两个兄弟真实 是吧 这些故事被根 同学们分享 好像现在说 你现在讲古代的故事 可能现在的同学说 哎呀那都过去了 还得准备一些现代的故事啊 最好是自己的故事啊 我记得 那时候在教学的时候 这个一讲说 老师以前 那个学生眼睛就瞪很大的 他很喜欢听老师的故事 跟老师有关系的 有一次学生 听我讲完故事说 老师你怎么朋友那么多啊 因为我有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怎么样 我有一个朋友 那自己假如真的 有在落实 有爱 那怎么可能 你没故事可以讲 跟自己兄弟姐妹 太多故事啊 第三 敬师 诗言道尊 人伦表率 道德学问 是孝是者 养我蒙证 教我家蒙 不敬其师 何能受益 古代 有一个鸾贡子 他的国家危险了 结果 这个敌军杀进来了 这敌军的负责人 就跟他说你投降了 我就让你当多大的官 他说明深于山 每一个人 就是因为有这三个角色 才成就我今天的生命 报之 如一 就是四死报孝 哪三 父母生之 老师交之 军 他的国君 给他奉路 让他安生 让他安家 这个恩不能报 不能不报 跟这些敬师有关的故事 我们 可以跟孩子 来分享 事则有 敬朱则赐 敬末则黑 朋友相处 有损有益 益者敬之 损者怨之 劝善归过 端赖不知 那这个相关故事就很多 比方孟母三千 这个也是考虑环境 考虑朋友 人 会受朋友的影响 包含动物啊 都受环境的影响 在 印度 有一只大象 他的任务啊 就是执行死刑 把人的踩死 结果他住的地方 刚好失火啊 他没地方住了 就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 结果那个 移去的地方啊 在佛寺旁边 所以这只大象 每天就听着 怒骨城中 听着出家人 诵经啊 这些音声 过了一阵子啊 把他带去 执行死刑啊 他不只啊 没有去踩这个 人啊 还用舌头舔这个人 他的整个性情啊 变得很温和 你看 所有的生命 都会受环境的影响 要慎选环境 慎选朋友 物依 依取遮体 兼以欲寒 我们再多念一次 说实在的 现在的学习啊 要不厌其烦的 重复 而且这个重复啊 还不能让对方 觉得啰嗦 是在 刚好有相关了 把它连结进来 他一听也很亲切 哦对对 老师你上次有讲过 加深他的印象 啊 喜福养莲 莫献绸缎 锦绣 华美 折了福寿 自暴自弃 那个绸缎 那个绸缎 不知道是多少个残茧 才能够 织成 这个衣服啊 那那残茧里面都是个小生命 所以宁可穿棉花做的衣服 啊 不要因为啊 自己要穿 要吃啊 去伤了 生命 啊 第六 苏食 啊 苏食未生 若食伤身 杀食恨心 啊 其毒非青 啊 物贪 吃肉 吃得虚还 还的时候 真个可怜 那 这个杀身 得不好的报 这个故事啊 有一部书啊 太上感应片会编 这个资料很丰富 但是还要有现代的 有时候举例子还要正面反面 你哪个亲戚朋友吃得住了 山高下来了 身体变健康了 那吃肉吃太多了 最后身体不好 有这种 对比的 例子 好 好像 汇编里面有 有个妈妈 看到这些蚂蚁棍种啊 她就用火啊 都要把他们烧死 都是一条命啊 很残忍啊 后来她生孩子了 孩子还在抢宝当中 才几个月 她刚好 出去房间一下 没多久啊回来 看到孩子 在床上啊 变成一坨黑黑的 她究竟一看 孩子 被无数的蚂蚁啊 包起来 咬了 死了 哇 最后 这个妈妈也发疯了 出乎儿者 反乎儿者 你只要杀害这些蚂蚁 会记恨在心 一有机会 会报仇 动物是有灵性的啊 在古代 有一个人 他在酒店工作 他在酿酒啊 有一些蚂蚁不小心 进去了 就溺死了 他很慈悲 通通把这些蚂蚁都捞出来 救了他们 结果后来啊 他被人家诬告 判死刑 结果啊 那个负责的官员啊 就要判下去 化压了啊 要写的时候啊 很多蚂蚁都飞过来 让这个官员没有办法写啊 那以前的官员 董因果啊 这其中呢 是不是有什么缘故啊 赶紧彻底去调查 确实他被诅告了 他救这个蚂蚁的命 蚂蚁救他的命 这些故事啊 都可以跟 孩子们讲 现在因果故事啊 太重要了 印光祖师啊 有说到啊 陷着国家为难啊 印主所处的那个时候啊 也是业力啊 很强啊 有战争啊 天灾人祸很多啊 以至千军一法之计啊 予以为啊 今日治国 须标本监制 监制之法 最莫善于念佛 吃树 戒杀放生 而生明乎 三世因果之理 所以我们 要把因果教育啊 融进去教学里面 其实我们讲伦理道德啊 都离不开因果了 做善 这样子摆祥啊 做不善 这样子摆秧啊 理道德都是善啊 一定跟善相交感 现在世界之劫运 无人所受种种灾难 皆是过去恶业所遭感 以致感受到现在的苦果 所以这些恶业呢 是过去的因所造成 遇免苦果啊 先要去掉苦因 那过去已经种的之苦因呢 怎么办呢 念佛颤苦 乃能消去 所以不打妄想啊 行住做穿衣吃饭 佛号尽量听起来 他忏悔 这种罪情报 普贤菩萨 忏悔业障 这个力量很大 弥天之罪啊 这个一忏 不能转业过 大家有没有看过 以前造很多业 突然明白道理了 忏悔啊 痛哭啊 哭完之后啊 整个连的气质 脸色都不一样 那忏悔之力确实打 那现在如不再重苦因 将来极能免受苦果 那何谓苦果啊 那何谓苦果啊 堪称吃三毒 是也 所以我们教因果教育 还要教到 让孩子知道 连这个念头啊 堪称吃都是 苦因啊 那相应的故事啊 也要告诉他们 也要告诉他们 像安斯高大师 那个同学 偷拨不高兴了 怕脾气了 堕到畜生道 这就是这个口音 何谓善因 祭物利人 是也 帮助别人 若人人明达因果之理 明白因果了 则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灾害 至无从其以 所以现在 推广因果教育呢 是我们每一个老师 的本分呢 也要尽力来做 祭物利人 种这个善因啊 这个善果多快呢 也让孩子感觉到 那个因果迅速啊 有一套书 道德重书 师父上也用了 不知道 这一套书啊 每个故事啊 每个故事啊 都短短的 差不多四五行 就一个故事 有空 多看看 多积累啊 都是真实的 比方 陈德曾经看过 康熙五年 我记得很清楚啊 应该是伊斯兰教的 叫哈九 他开餐馆 有一个 客人来吃了饭 走了 他的包袱 忘了拿 哇 里面 有十经 结果呢 他一看 赶快叫兄弟哈七 追上去 因为那是赶路的人 追追追追 刚好追到渡口 客人还没上船 赶紧还给他 哇 他失而复得很高兴了 突然 这个河中 船只翻覆 很严重 他一看到 反正我这些 减失而复得 啊 谁能救一人 赏十经啊 结果船只就快速过去了 最后只救了一个人 就是哈九的儿子 刚好在那个船上 那大家想一想 假如哈九没有叫哈七 还回去的话 他儿子就没救了 他古人很用心啊 都给我们记这些故事啊 我们看第七啊 席字 自为自保 远胜经诸 人有自 智 否则愚痴 是若无智 一事莫尘 人与禽兽 所义为名 不懂道理的 那人跟禽兽啊 就没什么差别了 甚至有可能做出来不如禽兽 乌鸦知道繁补 高羊 知道贵兽 那这里就有一个很著名的公案 是 宋朝贤相 王真 他为什么叫真呢 因为他的父亲啊 很恭敬至子 这是圣人 传下来的教语 所以在路上看到质子啊 恭恭敬敬拿回去洗干净 然后把他画掉 有一天 梦到孔子啊 在他的梦中 抚摸他的背 哎呀你这么尊重圣贤 留下来的经典 不过你年纪大了 我派 我派真子 来做你的儿子 所以他父亲就把儿子的名字 去叫王真 那真的是一代贤相 得行非常好 这是正面的例子 太上感应篇绘编 也有提到负面的例子 有个读书人 要赶考 他可能忘了 忘了也是不够恭敬 他自己的 包袱里面呢 有楞严精 结果啊 他拿来做枕头啊 就不恭敬了 后来考没考上了 高人指点他 你记不记得啊 你曾经这样睡觉 这个损了你的德啊 损了福了 所以金刚经 有说 若经典所在之处 极为有佛啊 要像有佛一样的恭敬这些经典 啊 因为经典是佛母啊 佛就是因为深入经上他才成佛的 第八 喜谷 田中五谷啊 以养人民 明以食为天 暗息五谷即是善心 修善者存 不善者亡 喜谷获福啊 田谷遭殃 他抱点天物啊 就会有灾祸了 这个汇编呢 确实这个理论的很清楚 势力又非常丰富啊 而且啊 很多角度啊 古人这一部书 经历了上千年这样积累下来 每一个朝代都有 增补啊 所以能珍惜这一部书啊 那不知道是珍惜多少人的 良苦用心 这里有提到了 从来 善气五谷的人呢 多遭雷震之祸 被雷啊 打死 为什么呢 因为明以食为天 你抱点天物啊 会遭天前 啊 清之 你清世的五谷啊 这是亵渎天啊 明以食为天 而且说实在的 这些五谷怎么来了 天地滋养成了 你把天地滋养的东西 都给他糟蹋掉了 奇报慎重 在古代是天子都是清智来 春天的时候带动耕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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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个陈希敏公义 父 父 他的父亲呢 为人善后 有一次在厕所间呢 见到 锅底饭 锅底饭可能还有点硬吧 在厕所里面捡 在厕所里面捡 捡回来 洗干净吃啊 不糟蹋 夜里啊 夜里啊 就梦到神说了 你很好善如此啊 当得福报 没多久啊 他就 这个有了指示啊 就生意 他的孩子官到了上书 就是 教育部长 结果呢 封他的儿子 他做到教育部长啊 封他的父亲 同样的官职 所以 他的父亲就捡了一块 掉在厕所的 这个饭呢 他敢的福报 他的孩子 他自己福报多么的大 好 这个 故事很多 大家可以慢慢 去看 第九啊 席因 七十古兮 弹子即过 过者已无万 何敢谢度 努力情学 利得利业 自利利他 为事作者 所以 一寸光阴一寸精 寸精难买 寸光阴 大家有没有看过 因为席光阴 得到好报 或者 糟蹋光阴 得到恶报的例子 有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 我们是teamwork啊 大家一起 可以一起 建立 database 建立资料部啊 建立故事档案部 有的话大家不要客气 有的话大家不要客气 好 财富 受命 这个都是属于福报 把时间呢 糟蹋掉了 其实也是把自己的福报 糟蹋掉了 而 人呢 其实没有长命短命 就是呢 这个福禄啊 花完了 命就没有了 被钱财花得太凶了 最后路径人亡 时间都糟蹋掉了 到最后短命了 好 好 在会编当中啊 有讲到呢 福田大分三种 福田新根 恩田 恩田 报恩的心 就有福报 悲田 悲鸣 慈爱众生 就有福报 再来是敬田 好 恭敬物品 恭敬生命 恭敬时间 这个都是赔福 好 我们看第十啊 藏意 藏意 一挤一动 唯意是全 意之所在 无往不利 小人见利 急妄其异 虽得小利 究竟吃亏 其实我们的孩子 重义还是重利 最关键的 还是父母的身教 这一点呢 自己体会很深 父母 甚至延伸到 自己整个家族 从来没有因为利 产生过言语上的冲突 都是争着付钱 这潜移默化影响自己 所以自己人生过程当中 有很多选择意跟利的 点 现在已经 五十岁了 回头看看 不只 一两个点 都是毅力的抉择 那个抉择啊 只要选择的是利 成德现在就不可能跟大家见面 真的 那一抉择啊 人生的 因缘方向就不一样了 所以 君子寓意啊 我们得培养 学生跟孩子成为君子 这个社会就有福了 所以我们得问问自己啊 还有没有计较啊 还有没有计较啊 自私自利啊 还肯不肯吃亏啊 那学吃亏哦 不能去占人家便宜 哪怕你占的便宜呢 那是小人冤枉啊 做小人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众请合掌 理谢法师慈悲受课 行礼法师三拜 不为礼 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恭送法师 免送 阿弥陀佛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大家保重啊 冬天 对冬天 冬天好好养啊 再见再见 不要熬夜